今天早上的新闻 今天就这么做了 我来到跟我们的建立在巴拿德的营养 美美省立法院13年11月11月份 北山农民退休处境条例 6月10日 总统的安排马里沃尔族信任的仪式 结果是纳尊与元旦提出吴鲁巴尊 总统蔡英文 本来是6月10日 马力波罗路主 本来是农民退休促进条例 在这出入巴仁 那里 农民有农保 和老农津贴 他们有农民退休促进 本来提交金额 在那里面是 基本工资 1% 10% 农民有几年 没有提交率 所以 这不是个人 有关原住民的这个部分 所以它的摊体的这个年限会比较短 那所以假设我们以6%的提交率的话 那35年这样平均下来的话 比辉原民的每个月还可以多领3000元 我觉得这个 这个做法很好 因为我们年纪大了 也不能完全靠小孩子 我相信对现在农民来说 应该会有更多一层的 一个保护跟福利 所以 在原乡农会的角度来说的话 我们是乐观启程的 那里说农民在的退休处境 在努盖部的教育而已 那里会是台湾302家努盖 会是原乡 他妈妈无理吗 我说桃园复兴区 南投仁爱乡 又是信义乡 台中和平农会 加义阿里山农会 一个的照顾无论 在哪里无论 在这一天的原理 农委会 也比达人家里 全台湾55个山地跟平地的原乡部分 可能在资讯上面的传达 对原住民原乡偏乡的 这些农民来说 可能会有一些困难 我们会增加原住民的 这一个场次 然后会利用不同的族语 跟原住民做一个 这个政策的宣导 让原住民的农民 可以更了解这一次政府的 农民退休处境的政策的内涵 复兴到農卫秘赂ina 都被 crease my 総西山户 山户 中子 山户 太amię 背双农民退休处境条例 马上会是能拥挤这一段的元旦 接着把那奈 把那奈 都没多多如咖喱